哈喽大家好,我是家宝妈妈 欢迎朋友们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哟 今天我们来用包菜做好吃的 包菜是我们老百姓最常见最普通不过的蔬菜了 今天我们把包菜200克用清水浸泡一会儿 给它清洗干净,切碎 一个盆里边350毫升的水 边搅拌边加入中筋面粉160克 把它和成一个偏稀的流动性很好的面糊糊 这个面糊糊一定要搅的没有面疙瘩 然后我们加入5克的咸盐 轻轻的搅拌几下 待这个面糊糊搅拌的没有任何面疙瘩的时候 我们再加入两个大个的鸡蛋 把这两个鸡蛋呢在面糊糊里都打散打碎混合均匀 看这个面糊糊的稀稠度流动性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加入切碎的包菜 再加入虾皮5克 把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一个平底锅我们给它加热 锅热了之后倒入食用油约13毫升 然后我们这样晃动 让这个油啊都均匀的在这个锅里边 待油热了之后我们用中大火倒入一勺面糊糊 然后就用这个勺子的底部把这个面糊糊呢 菜糊糊给它推平摊平 摊平了之后我们不要动它 约1到1分半钟以后 底部凝固变得金黄 可以晃动它的时候 我们轻轻一抖锅瓣给它翻面 翻面之后不要动它 约1到1.5分钟之后呢 再晃动它 我们给它翻面 也变得金黄金黄的 再轻轻的一斗翻下面 一张特别好吃的包菜鸡蛋早餐饼 我们就做好了 记着做这个菜饼的关键 面糊糊不要和得稠 一定要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比例来参考 再有一个呢 我们加入了包菜 还有虾皮 还有鸡蛋 营养又美味 而且特别容易做 几分钟就搞定了早餐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订阅关注分享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